当走在正路上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比得后书一章六节 掌握一切智慧与能力 但却谦卑来世人中间的住 你本有上帝的形象 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热的 反倒虚极,取了奴博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人中间 引导世人认识自己是蒙主所爱的族类 更可以有恩典回转归向上帝 承受主为我们预备的封城生命 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 以爱来拯救世人 不是以权势,也不是以智慧 来命令世人回绝 但愿世人都懂得在这件事里面反思 上帝的儿子,为何以爱来到世人中间 以柔和谦卑,来表达他的具体诚意呢? 掌管人心住 研究电脑科技与媒体一日千里 网上银行,网上购物 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专业 求主掌管这些走在尖端科技者的心 切勿以其专业走在歪路上 免得被罪核制 主啊,实验这些拥有知识 或是专业科技的人 要明白道德责任 切勿累己累人 也不要挑战法律,免得前途尽为 求主掌管人心 愿主立法人心性的真理显出亮光 要一切有知识的 都要思想主耶稣的柔和谦卑 要人懂得以节制来提醒自己 走在正路中 主啊,心愿世人尚传敬畏上帝的心 一生走在正路上 与主同行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摩